具备立体攻防精确打击能力的陆军航空兵 是陆军实施全域作战的重要突击力量 第八十集团军某陆航旅千里机动至墨北草原 连续数天展开士兵实弹演练 锤炼陆航部队全域空战能力 清晨数十架直升机按战斗编组一次升空 侦察直升机率先前出侦察 武装直升机紧随其后占领至空权 运输直升机隐蔽接近 在战斗编队的密切配合下 武装直升机果断发射火箭弹 将目标成功运中 为了让飞行员适应未来多维战场环境 这次演练把假想指挥所装甲车辆 模拟敌机等全部设置为真实罢标 采取空地导弹精确打击 空空导弹对空攻击 航炮航枪对地覆盖打击等多种打击方式 展开立体攻防演练 动摇发现疑似敌指挥所 命令无人机快速飞抵作战地域 进行核查 动摇收到 无人机请示战斗起飞 演练中 无人机作为新型作战单元 融入陆航打击链 为武装直升机提供千里眼的同时 引导直升机对地精准火力打击 我们依托无人机实施对地目标的侦察和引导攻击 丰富了战术层面的对地侦察手段 极大缩短了武装直升机滞留战场的时间 进一步提高了战场生存能力 战场情况顺心万变 武装直升机再次接到作战指令 迅击升空 进入作战空役后 利用战术头盔快速瞄准敌武装直升机 导弹自动锁定发动机热源 飞行员果断激发 我们探索先敌发现 先敌攻击 先敌命中的训练方法 通过模拟真实战场环境 和强敌装备设置飞行把机 让我们的飞行员对接未来战场 提升对空作战能力 演练中这个旅利用 对地火力攻击效果远程监测评估系统 对飞行员打击能力进行全面评估 实时掌握训练滞效 聚焦实战 对接实战 在这次实兵实战演练中 我们做到了按实战要求训练 注重了精细化组织训练 提升了训战一体化能力 连日来 我军开展了一系列实战化演训 进一步检验提升部队的作战能力 近日新疆军区某红军团 在海拔4600多米的喀拉昆仑山腹地 展开多种火器实战射击考核 限定论证不同海拔高度 对装备作战效能的影响 激发官兵在血域高原的战斗潜能 预备 考核一开始 迫击炮率先展开火力打击 在高原环境下 高低空风速不一致 对迫击炮弹道影响较大 为了加大考核难度 该团将目标设置在三个山谷的交界处 风力风向多变 官兵只能依靠经验自行判断风力风向 通过炸点对射击周园进行修正 经过几轮试射 炮弹命中靶心 此时防空连接到打击指令 已经准备就绪的防空导弹 随即向空中目标开火 成功击中靶弹 这次考核 多种火器多个弹种投入战斗 官兵围绕实战内容组织专攻精炼 逐步摸索了高原特殊地形条件下的 实弹射击方法 补充完善了各类火器高原射击修正表 我们在不同海拔 气温 气压和弹种条件下 组织多种火器实弹射击凶练 通过出难体 解难体 调动连队官兵自主解决问题的积极性 锤炼连队官兵在复杂环境下的 装备操作能力 探索新战法凶法 为我们随行高原火力打击任务 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 在人民海军的序列当中 有一支神秘的水下特种部队 反水雷挖人 实战当中 一旦敌人将水雷布置在港湾 狭窄的航道 或是水下地势复杂的海域 反水雷舰艇无法作业 这时就需要反水雷挖人 前出寻找水雷 并且引爆或打捞水雷 可以说反水雷挖人 是真正与水雷零接触的勇士 他们面对被称为世界性难题的 反水雷作业时 支身亮剑孤军深入 用生命守护祖国海江 是名副其实的水下赶死队 下面跟随记者的镜头 一起走进反水雷挖人 海底排雷训练场 我们来看看 他们的猎雷绝技 是怎样练成的 我现在是在海军的一个军港港口 这里水下环境复杂 是一个天然绝佳的练兵场 在我手指的方向 看起来平静的海水中 已经设置好了不同类型的模拟水雷 作为战斗潜水员 每次下潜 反水雷挖人都会携带很多精密的专业工具 现在他们正在进行入水前的最后检查 即将向目标发起冲击 训练开始后 侦查组驾驶冲锋舟前出 机动至疑似雷区附近 方位不清 雷星不明时 我们先用声纳扫一次 屏幕上出现的亮点 都有可能是疑似目标 需要我们潜水员下潜 进一步侦查 作业的时候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来传递信息呢 这个一般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的话是水下和水上进行交流的话 是通过信号程 就是这个 对 然后我们拉一下是询问潜水员的感觉 拉两下是传递工具 拉三下是请示出水 在水下的话 我们是潜水员挖人之间 是利用手势进行交流 比如这个手势 就是跟我走 这个手势就是发现水雷 确定疑似水雷大致方位后 负责搜索作业的挖人张龙刚 携带水下导航生纳 磁碳仪等仪器 入水进行探测识别 记者紧随其后 谨慎前行 我刚才呢就跟在班长的身后前进 水草真的是太多了 就像是茂密的森林 水草呢不仅会遮挡住我的视线 而且还会把脚谱给缠住 而且水底下一直是按流涌动的 想要保持身体的平稳 做一些精细的动作 非常的困难 在这种环境中 近距离的处置爆炸物非常危险 真的是需要很强的专业技术 经过近20分钟的艰难搜索 张龙刚在一片水草深处发现模拟沉底雷 沉底雷是一种智能水雷 会通过目标的磁性 声音等特征触发爆炸 是非常危险的水底杀手 清扫沉底雷也是每名反水雷挖人 必须通过的训练官 他放置好指示浮标 沿信号绳浮出水面 在旁待命的猎雷组 驾驶另一艘冲锋舟 机动至水雷指示浮标附近 挖人陈旭携带模拟灭雷弹入水 将模拟灭雷弹固定在模拟水雷附近 随后快速返回上浮道水面 完成处置任务 投放灭雷弹作业 在整个反水雷任务中 是最危险的一环 尤其是抵近作业时 相当于我们抱着一个炸弹 去接近另一个炸弹 可谓是步步进行 刀尖行走 刀尖行走